罗马书第四章 那么,我们对于按照血统做我们祖宗的亚巴郎可以说什么呢? 如果亚巴郎是由于行为成为义人,他就可以自夸了, 但不是在天主前,因为经上说 亚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给工作的人工资,不算是恩惠,而是还债。 但为那没有工作,而信仰那使不前进的人负义之主的, 这人的信德为他便算是正义,这才是恩惠。 正如达卫也称那没有功行,而蒙天主恩赐, 算为正义的人是有福的一样。 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 上主不归咎于他的人是有福的。 那么,这种福分是仅加于受割损的人呢? 还是也加于未受割损的人呢? 我们说过,亚巴郎的信德为他算为正义。 那么,由什么时候算起呢? 是在他受割损以后呢? 还是在他未受割损的时候呢? 不是在他受割损以后, 而是在他未受割损的时候。 他后来领受了割损的标记, 只是作为他未受割损时, 因信德获得正义的印证。 如此,亚巴郎做了一切未受割损而相信的人的父亲, 使他们也同样因信德而算为正义。 同时,也做受割损者的父亲, 就是那些不仅受割损, 而且也追随我们的祖宗亚巴郎, 在未受割损时所走的信德之路的人。 因为许给亚巴郎和他的后裔的恩许, 是他做世界的成绩者, 并不是借着法律, 而是借着因信德而获得的正义。 因为假使属于法律的人才是成绩者, 那么信德便是空虚的, 恩许就失了效力。 因为法律只能激起天主的义怒, 哪里没有法律, 哪里就没有违反。 为此, 一切都是由于信德, 为的是一切都本着恩宠, 使恩许为亚巴郎所有的一切后裔坚定不移。 不仅为那属于法律的后裔, 而且也为那有亚巴郎信德的后裔, 因为他是我们众人的父亲, 正如经上所载, 亚巴郎是在他所信的天主面前, 就是在叫死者复活, 叫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那位面前, 做我们众人的父亲。 他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 因此便成了万民之父, 正如向他所预许的, 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 他虽然快一百岁, 明知自己的身体已经衰老, 撒腊的胎也已绝孕, 但他的信心却没有衰弱, 对于天主的恩许总没有因不信而游移, 反而信心坚固, 归光荣于天主, 且满心相信天主所应许的必于完成, 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算为他的正义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个人写的, 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正义的人, 即我们这些相信天主, 使我们的主耶稣, 由死者中复活的人写的。 这耶稣曾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付, 又为了使我们诚意而复活。 我们的诚意来与别的想法, 感谢您的关注 coast。 stopping offic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